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在今天中国很多城市 教师这个职业是很抢手的 不相信的人 您去看看 相亲市场就知道了 女性如果是教师的话 那在相亲市场 是会被很多男性家长所追逐的 确实这些年来 我国教师地位不断提升 教师的收入也很好 而且很多人还验线 教师那好几乎 好歹有寒暑两个大驾 每年有两个月可以自己休息 这是很多其他职业 根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而且大家知道吗 现在在有的城市 非常好的中小学 你想去当教师 那个门槛是很高的 前些日子 深圳一个著名的小学 就把人家最近录取的 教师的自然情况公示了 公示之后我们才发现 有很多清华北大的本科生 硕士生要争着抢着 到这个小学当老师的 说实话 今天一个普通的师范院 校憋的本科生 你想到一个小学当老师 你都未必进得去啊 但是当城里的老师 这么吃香的时候 我们也要认识到 我国可不是只有城市 我国还有大面积的乡村 当城里的老师非常吃香 打破头你都进不去的时候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教师 乡村教师 乡村教师今天 才更需要我们的关注啊 咱们这么讲吧 这些年来我们搞了很多 撤并乡村小学的工作 因为随着人口大量的从乡村到城市聚集啊 很多乡村小学人数实在太小 不足以维持一个学校了 但即便是这样 我们也得认识到 我国福源辽阔 人口众多 农村人口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这些年来我们经常提一个留守儿童的问题 什么叫留守儿童 就是父母到城里打工 把孩子留给乡村的老人照顾 这些孩子说实话是老人能照顾的吗 这些孩子更多的需要的是乡村学校 乡村教师的照顾啊 可以说广大的乡村教师 才是中国农村儿童教育的脊梁啊 而长久以来我们也很清楚 乡村教师的生活是很平坤的 二十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凤凰琴》 大刘也写了一部科幻小说 乡村教师 这些文艺作品都告诉我们 要时时刻刻注意乡村教师的生活 所以我们也看到 各个省最近都推出了很多真金白银的 对于乡村教师的补贴 比如说吧 辽宁省就直接规定 每一个乡村教师 每年至少要补贴3600元人民币 而湖南省更好 湖南省推出的政策是 越贫困的地方 我给你补贴的越多 乡村里的乡村教师 每人每个月要补200块钱 农村里的乡村教师 每人每个月要补500块钱 除了农村之外 还有很多更偏远的乡村教学点 在这么艰苦环境 坚持的老师 每人每个月要补贴800块钱之多 就像我们以往跟大家聊的那样 给城里的老师补贴 说实话也应当 但是这多少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工作 而给乡村老师补贴 那才是一个雪中送炭的工作呀 一个人能安于贫困 到乡村去教书 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了 所以我们更要用物质奖励 让人家能坚持我下去呀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师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